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最后一节的节目 这个节目的主题就是 靠开源去折留爱护地球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Alan Chu 他是香港的 Self-Help Development Center Limited 他是一个 旧IT人 自立于环保 然后他没有买电脑十几年 靠着重用电脑 就可以在这个IT界继续生存 有请Alan 谢谢你 好 难得大家捱到坚持到最后 这个是很皮毛的入门讲座 希望不会闷着大家 大家可能都累了 讲一讲今天的题目 先看看 等等 因为机器可能有点慢 这个题目就是刚才说过了 靠开源去折留爱护地球 这样是什么来的呢 这样的对象就是一些中小微企 学校教育机构 非政府组织 NGO 初创企业 个人的用户 勇大开源的技术的人 希望大家都是 环保支持者 不知有多少 用电脑其实都不太环保 还有些想省钱的人 其他那些点 可能坐得累 想在那里休息一下那些人 或者准备捧个墙 或者踩个台 我小弟是第一次在 香港开源年会说的 希望大家多些捧墙 多些指教 不用坐那么厚 坐前些 找鞋扔我都快些 好了 那我们讲一讲 我介绍我自己的Ellen G 我是一间 Self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 Limited 这间是一间 自助组织发展中心 这个自助组织发展中心 其实是一间 可以是差不多30年的了 它之前 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自助组织的枯发器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是 我没有钱 但我想交个自助组织 我没有资源 怎样呢 就可以参加这个组织 那里面 就可以帮他们 申请政府的基金 造成88 大家知道 税务的88个条例 造成他们的自助组织 它是透过来自不同社群的自助组织 互相合作 自助在人 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素 这个很有趣 你会看到里面 什么人都有 跨性别 小数族裔 小数族裔 身体有些 和我们有不同的人 都会有的 透过推动香港自助 运动的发展 下面呢 就鼓励平等参与 促进社会共用 那我们的口号 就是平等齐参与 社会共用 下面呢 有电话 和电邮 好了 那我们说 讲回正题了 靠开源 去截楼 爱护地球 开源 想说开源 那不叫你找 哪里找多点钱 而是呢 讲什么叫开源 开源呢 其实是open source technology 是一种开源技术 在开放的 许开 情况之下 就可以 大家可以自由地使用 修改 分法 或者共享的技术 这种技术呢 就可以促进到 创新和知识共享的 它的特点就是呢 自由使用 就是说呢 可以透过open license 下 大家可以随便用的 开放的 原始码呢 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 和改 有社区的支持 透过活跃的社区的支持 就可以很快 提供了技术的支援 和开发的建议 和呢 可以自己可定制化 就是我自己 喜欢改什么都改到什么的 比如我喜欢这一个呢 变成日本文 变成阿拉伯文 都可以的 安全性 由于个个都看着这个开源软件呢 就很容易找得出这个漏洞 或者要改善的地方 那我就很快地介绍了 我知道大家 之前都听过了很多常用的开源软件 或者硬件 原来硬件都有的 那今天刚才的日本的同页 就讲过Wesery Pi 这里有讲的 那就是办公软件 Open Office Libra Office Only Office 那这个Libra Office 其实我 据我所知 应该立法会 现在在里面用的 那有些原因 是要用这一套 而不用回其他地方的 浏览器 Chrome Farfox 留意有些斜体 等一下你会知道 这是什么 社交媒体 Signal Telegram Discord 很多媒体 Media Player VLC的Media Player 常常都有人用的 用来看片 那些 最下面那个 Brander 其实很好用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玩 如果你玩 如果你玩 computer graphics 它由一个建模 做个模型 做件道具 做个皮肤 做到去拍到成一套片 帮你剪片 配音乐 都可以做完的 但是这么厉害的东西 我会很快地说一说 因为我怕会变成大家 建站平台 刚才有人说过 Wordpress Drupal Drumah 都有 都是开完的 香港也有很多人 在Wordpress 做了很多东西 企业资源 做一些ERP 即是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都有很多 是开完的 你不要想着 整间公司 整个企业 跨国的 完全都可以是开完的 电脑辅助设计 又是说CatCam 软件几十万 原来有些便宜到 可以做电脑设计 就算建设计 都可以免费 开完 可以说 操作系统很多 Linux 我们用手机Android Chrome OS FreeBSD 都是开完的 听说好像 苹果 Mac 都是开完的 BSD 我不知道 请大家的高手提醒我 文件共享 Linux Cloud Own Cloud 今天也有 斜了一个 MySQL Sqlite Miradadb 都是开完的 好了 也有说过 这个我刚才知道 它不是 我开股 为何斜体 它不是在这些 这些出现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这个是开完的 我手上去查 做用户管理的 开发用具 原来我们写设计 那些个个都有的 Visual Studio Code 我们的 Intellity Idea Android Studio Python Pandas 都是 Cordova 和Futter React 全部都是 还有最重要 我们要 存回我们的 Development 都是开完的 硬件 刚才说过 Visual Studio Code 原来都 Philipinda And Arduino 都是开完的 那我相信 如果懂的那些 就说很闷 我都知道了 不懂的那些 可以跟着我刚才所说的 去看看吧 好了 说了开完 很简单 因为时间不够 半个钟 那我说一说折留 如何折留 折留就是限制 那我们要说 授权的软件 和开完的软件 有什么分别 授权 要付钱 买软件 不公开的 我做了 我这么辛苦 我做得这么漂亮 我给个Excel 我看一下 不可以 我原话 收到的 受开或限制 就是说 我不喜欢做 招先文市场 你想用招先文去做 是不行的 我不做你生意 那就不行了 安全 那我们相对 都有一些安全 但是我 为什么有个疑惑呢 因为那些patch 经常都有人说 那些hacker找到 但是很迟才出来 找到才有 找到才有 很慢的 那安全 究竟是否成疑呢 我们以前有些 操作系统 经常发现这些问题 那些patch 都做了不少 那专业支援 找到 就一定要专业 你请过 和你妹妹设计 或者怎么计 开完就不同了 开完多数免费 这个为什么多数 就是这样解释的 自由的 就是说你都可以随时 下车 或者自己开发都可以的 有弹性 那你喜欢怎么改 都可以的 我快要上火星 我要改火星文 是可以的 我喜欢粤语 我不喜欢用文言文 或者普通话的文 书免语 我全部用回广东话 都可以的 安全 因为我刚才说过 有很多人看着你 一错就拼着你 那样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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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好的 社群支持 有些很热心的 尤其是我们香港开园 或者其他 台湾 日本 很多都会一起做 群策群力 就会做得很好 有时候 我们的软件 受软件限制 就需要放弃原有的硬件 以符合一些 一些新的软件的需求 很大的例子就是这个操作系统 对硬件的系统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操作系统 更新 而被逼舍弃原有的电脑 那这个是多少号枪呢 8号枪 7号枪 10号枪 那些 现在10号枪说上不了11号枪 又很多人都在想 公司在头痛 我怎样由10号枪 转到11号枪 又要买一批 但是机器很好的 我现在服务的机构就是这样 那些机器每个都很好用 我又用得不多 也不是很牙位 但是地下都要换 都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 讲到这里 我们讲一下外汇地球 什么叫外汇地球呢 外汇地球 其实很简单 说一句 就是环境保护而已 环境保护 那我们做了什么呢 做不重要呢 很多人说不重要 有什么所谓 这个地球这么大 那么 很重要的 我们 为什么会重要呢 我就 有没有看下非正传呢 张郭榮和张曼谷说 你给了一分钟我 这分钟会很浪漫 记得很清楚 但是你给了一秒钟我就够了 我们只剩一秒 原来这一秒呢 这个地球呢 已经有八百步手力电路 被扔了出街 丢弃了 这个是什么时间呢 不是很新的 2017年 联合一个组织 叫做Gobal E-Waste Monitor 那么他就发表了这件事情 全年呢 他就统策过之后 有四十个million tons 就是四千万公吨 的电子垃圾做出来 那么算出来 八百步 刚才说一秒就 有八百步电脑没有了 还有呢 现在很多大企业呢 都是说 以至NGO 不是一定大企业 NGO都要做的 就发布报告的时候 很难避免要说 有ESG的内容 什么是ESG呢 经常都说的了 environmental 环境保护 Social 社会责任 和governance 企业管治 这个就很重要 在 待会说的东西呢 在environmental 和governance 都会有一个 很大的帮助 那 用这些来表述 企业可以有可持续发展 和社会伦理 两方面的表现 所以很多上市公司 要求的 在联播一定要写这件事情 很多NGO再想申请 都要写这件事情 即不是说 以前我只是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它要管治和环保 都要做的 即不是乱那么 污染地球 好了 讲讲电子垃圾 什么叫电子垃圾呢 电子垃圾是 废弃了电器 和电子设备 Electric Electronic Equipment Triple E 包括重用 转售 回收 处置 都是 好了 电子垃圾的源头 大家都想到了 四电一路的脑 就是所有电脑的器材 Mouse Pinter 那些东西 影音设备 其实我和联合国有些不同 我讲到大家生活的 电影 录影机 VCD DVD 家园电器 手冰箱 摄入器材 移动电话 以前的室内电话 应该没有人在家里有的 现在你们在用摄入器材 包括相机 都用电子 将来都会变垃圾 成因 科技进步 这是肯定的 有新的 有些旧的 就真的不会淘汰 产品周期短 这个就很重要 以前买过雪柜 10年 现在就是三年零三个月 保用三年 三年零三个月就坏了 不知道为什么 设计得这么好 还有 有时的时像 社会地位变化了 以前 可能拿着 CD player 或者MP3 已经很帅 现在不是 原来说 用手机都可以 那些以前 去了哪里呢 以前的手环 电子手环 不是很多的 出了很便宜的 不是很贵的 但是现在又是 变了不知道 做什么好 使用寿命的期限 这个期限 有很多种 这个期限 就好像 真的用10年 真的用10年 但是有些 在网上 买了一些 什么 图县 伏多多 那些电子零件 你买回来的那些器 那些可能 藍牙音箱 玩了两个月 就已经充不了电了 然后没有反应 咦? 扔了它 因为很便宜 自然选路 很简单 自然选路 就真的用到它残 用到它困难 始终 硬利的刀 都会有生瘦的一天 这个是事实 不正确使用 这个要多说一点 虽然不是很够时间 不正确 不正确 不是不诚实使用电脑 不正确使用电脑 怎样呢? 我见过 我现在服务的地方 有些人经常说 Alan 为什么那些USB 那么快坏的? 那么我研究一下它 它坏了三个 我告诉你 咦? 原来你是充了iPhone 我说这个是两败区商 为什么两败区商 你的电脑 是给不了那么多M素出来 而你的手机 要那么多M素才充得起 手机长时间不够电充 电会坏 电脑板长时间 给太多电 电脑板会坏 所以呢 大家设计 这个是提示 很多时候 还有一个严重的 我见过了 有一家公司 用Type-C的充电 真的有部65火的充电器 插了一个25火的充电器 我立刻拔出来 那机是热的 真的热的 还有很多小的 南亚喇叭 送的那些 插错了 就真的是烧的 还有一种糯米 欠缺维修 好像弄车也是 以前是可以找车房弄的 因为全部都要搞厂 因为全部都做不到 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 如果厂不支持你 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政策 以前不是很重要的 最近一年发生的事 这个政策很重要的 原来呢 某地希望大家安心 做了一个APP 希望大家要去食肆 去买菜都要透过这个 认证了 你能不能进去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婆婆以前 就打电话 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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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都不是上网 听电台的音乐 那就迫着了 要上网 要买一部 smart phone 这个第一次 还有很多舊的 用得好好的 不是那么smart的 就安心上路 送了到田区 好了 接着 一年不久 接着今年年头 差不多 就说 哎 我们不用了 全部 本土化 正常了 那些 食肆配合了 它是用来做平板 用来帮你做这件事 但是没有善后 我那时候 在沙拉政府 已经联络了那些业界 但是那些业界 都未来一次反映 已经将它全部 不知道去了哪 你想想那时候 买了多少 有些食肆大间 是两三步 是平板 可能是 那些变成了什么呢 是吧 就是 你给都给不了那么多 这些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策的问题 不仅是某地的 全球也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的 好了 说一说全球的电子垃圾 2019年 每人7.5kg 亚洲是最多的 是24.9Mt 平均每人5.6kg 你要自己减5.6kg 就拿你命的 5.6kg 就是11 12磅 自己减12磅就拿你命的 但是你做的垃圾 可以做电子垃圾 不是其他 电子垃圾 就可以做到5.6kg 那么多 电子垃圾的增长 就是这个全世界最快的 增长得最快的 固体的废物流 就是你买些厨余 那些建筑废料 都不够快 纸张 最快 但是回收率只是17.4kg 这是联合国的报告 2019年的水平 还有就说了 电子垃圾一旦被采购 就是一旦你买了回来 就同过成为电子垃圾的命运 好了 那我先不讲这个 先回覆一下 因为跳了电子垃圾 要怎么处理 我就先用手机跳了 好了 有些理想方法 香港正在做的 四电一路 四电一路的问题就是 回收箱主导的 回收箱说可以收胶 这些胶不收 就不是收得胶 有一段时间 什么胶都收得 什么胶都收了 之后又说 可降解胶不收得 因为会影响我再做的 这些胶的质量 现在可在降解胶又不能收 四电一路很简单 全部都是抽了有用的东西 然后全部碎 对 就是这样 暂时看到的就是这样 希望将来有改善 香港真的有将电脑重用 我所知只有一间 我所知 将旧电脑模式 整个 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好了 我们举一个例 2020年奥运奖牌 奥运奖牌 其实是一个很环保的项目 我多说些环保 很多东西没有说到 2017年 发起了一个 都市抗生制造奖牌的计划 他做了的金银奖牌 是历界最重的 为什么呢 原来他就呼吁一些人 收一些回收 旧手机 旧电脑 全部就经过下面的步骤 分解 之后造成了金 这个概念 原来都是日本人想的 80年代有个日本的教授 叫做南条杜夫 他就研究了 原来 所有废置的电器产品 电子产品 原来都是金矿 来的 银矿来的 为什么呢 原来在矿山里挖一些矿石 提煉出来没那么多 反而在都市的垃圾堆里找的 是会多的 举个例子 它是怎么样 100万个电子手机 就可有24kg 350kg 银 和16000kg的铜 所以为什么 京澳会拿到这么多 这么重的奖牌 香港也很幸运 那一年也拿到不少 是重手的 好了 其他种R的处置方式 什么叫R呢 R字头 Repair 弄了它 Resale 卖了它 Reuse 我不用 给阿婆婆用 但是 电脑 尤其是不基本的notebook 有什么方法 让它更内容一点呢 等于电脑 等于一个人 一出生就会遇到死 已经知道它 就是了 你用得好 用久一点 用得不好 快一点 以前 怎样不好啊 真的扔落垃圾桶 或者 这样不是不好 而是你不小心 比如像舊的notebook 以前 把梳法大力了 蹬一蹬 那一刻就松了 或者不小心坐下 或者你夹在notebook 夹爛了屏幕 都有很多时候发生的 这些就会影响到 但是有什么方法 可以内容一点呢 这个时候 停一停 我带来的电子垃圾 给大家看看 你们可以准备相机的 因为这个垃圾 我已经封存了很久了 我现在用来战机用的 战用 看到这个是什么 海色的 苹果 这个是 三十年了 九十后的苹果 画面破坏了 不是破坏了 漏液晶体漏到这样 这样 可以的 DUO210 这部powerbook 建议主导 相信很多人没见过 可能老过你们 三十岁 这部手机 那时候 现在2022年的价钱 2022年的价钱 是说的是 4600美元 那时候的价钱是 2000多美元 你想想 我那时候几百家 买了这部手机 但是 那时候是最能力 最威力的 都说 硬锋利的刀 都有生手一天 现在就变成了 这部 notebook的 机 好了 那我终于求神问道 求什么神呢? 问什么道呢? 众里尋大 那个 还有 大神 英文字 G-O字头 这两个 想不到 求神多 神会庇佑 想到一个方法 让我用电脑重生 他在去年六月这个时候 就想到一样东西 叫做令装的操作系统 以延续它的使用期 这个就叫做 comOS fast 那大家有用 comOS 或者combook 的人都会知道 都是一些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比较要求 硬显低一点的 机动度的 这个就这样了 像不像macbook 似的 那什么是 comOS呢? 其实在2009年 有个Jonathan的年轻人 读着U 那时就发现 com是Google的 一个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就在这里做了 根据他 他自己研发了 一个叫做 cloud ready 那我这些时间关系 我讲快一点 那去到2006年 就将cloud ready 加上原本的comOS 就生了个儿子 叫做comOS fast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好像comOS 或者combook里面 那个软件的体验 就是差不多用的 很轻量级的系统 可以支援到Google的智能助理 就是Google Assistant Hey Google 那个 其实同手机差不多 不好意思 叫了自己的手机 Family Link Google里面 可以给小朋友 不够13岁的去做 时间不够 要赶快一点 好了 它兼容路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它的优点 由现在来说 我们数码世界上的ABCD A是人工智能 B是区块链 C是运算 D是Data Science 都可以将运算力降低了 不用自己的机器做那么辛苦 所以就可以用一只 用少一点的硬件 用差一点的硬件都可以做到 只有一只8GB的手指 我按得太快了 很容易安装 插进去 而且你懂得用Cone Browser 就可以了 里面就可以快速部署 因为我只是锁入 我一旦不用的时候 就可以换这部机 就可以了 而且它兼容度很高 它只要是 救到2008年的MacBook都可以 这就是官方介绍的东西 跳快一点 如果你有兴趣 就下载了 用这只手指 插进自己的机器 只能锁入机器 就能使用 只能使用 但是如果你真的使用 就会设定整部机器 所以你要做备设 它会设定的 企业说 如果你少了100台 基本用手指都可以做到 好了 OS Max的优点是什么呢 适用情境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外裙工作站 像今天这样 要有很多人在做mark人 做check in 那些全部可以借这些机器做的 可以做一些访约电脑 比如在中心 让一些走过来 想上网上搜索的东西的人用 电子告示板 做一个terminal remote lock in 自己公司的机器 或者上运工作 上网课开网会 学习 或者做一些测试开发 或者学习专用的电脑 这个是为什么呢 强调小朋友 经常有部机器 要自己安装东西 这部就不能安装东西 所以就很好的 好了 时间问题要讲快点 最低系统要求 就是上网自己看 这个 你看有个认证的名单 这个上网可以查询 究竟是哪部机器 苹果现在有一部 大部份都可以用的 2023年有一部 都是能支持的 主要你用到 它一定是可以做到 生烟生欧 即是出入声 可以上网 按键盘 睡得起身 可以用到USB 那些 不用得不保证 不是不用得 不保证 它未必能转过螢幕 未必能用到蓝架 自己看 安装示范 很简单 用这个手指 在Stension那里装 叫做Recovery Tools 三个步骤 选了OS Fast 不知道看不见 很小 看不见 Como OS Fast 和Como OS Fast 那两个 就插在手指上去 接着就可以装 装完装了 装到稳定版 就可以走 使用提示 就是可以习惯 可以习惯使用云端的东西 Microsoft Google 有些免费的云端服务可以用 AWS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刚才好像有 免费的网上资源 有些人有提示 我弄了一个订阅 叫做《问问AI老师》 是一个Telegram的订阅 有个网址 大家看不见 可以用一些 Stable Diffusion 或者AI制图 那些 GPD 或者在网上开放环境 都可以做到 你要用的东西 还有就是善用它的浏览器的插件 比如 Chrome Remote Desktop Libber Office Editor 或者PDF 全部都可以帮到你 Zoom 不用装的 它自己可以 你要装的Zoom Chrome Extension 就是你自己可以 设计这些订阅 好 讲到差不多完 了 讲了海池做发展 海池做发展 就是我自己 这些活动之后 我会想的 就是重用一些旧的USB手指 就像这些送给我的 用来没用 录电影都不录得久 那我来收集这些 但是有些说 就怕有木马那些 所以就最好自己收自己用 回收旧的手维电脑 重生了 然后送给人 有需要家庭维组织 做些培训计划 那希望我以后的推广 好了 答问题 不让你们问了 因为不够时间 开源是否免费呢 是否盈利目的的企业 就不会提供开源硬件呢 查看GPT是否开源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三个 部分 不是的 部分开源硬件要付钱 不是代表免费 是不是所有都没有呢 不是的 原来最大的那一家是Microsoft 开源的项目是最大的 GPT是否以前是 现在的两个版本已经不是 好了 结语 这个要讲的 结语就是说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接着有个不知什么文 这个呢 就是第一位 因为保护环境 而得到洛佩尔奖的人 2005年 他访问日本 就向世界宣揚这个字 好了 这个字怎么读呢 按一按 听不听到啊 OK 那其实 物体毛 是什么来的呢 物体毛的意思就是 以前就是说 当一件事物 失去了它应该有的样子 就感到可惜 远色的心情 就是说以前工匠的人 他自己被人弄崩了一个碗 他觉得很可惜的 因为他这么辛苦做出来 现在的用法呢 是什么呢 是没有办法将一份 一个事物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而造成无谓的浪费 这种就是叫物体毛 Motai E 我读不到 我不知道我收不收到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说 所有R都没有用的 我们应该是 环保是个respect 不是recycle reuse 而是对一个自然的万物的尊重 那以前 与其现在流行讲的段写离 不如大家认识一下 这叫物体毛 希望呢 希望大家改变了自己的心态 好了 当我们放眼圆宇宙之際 不要忘记 我们仍然是脚踏地球 不要经常挂着 啊 地球很危险 我们去火星 不知道这些外国人 是不是真的看了一部片呢 就真的发展火星任务 但其实地球是最重要的 好了 这个呢 就多谢大家支持 开源和环保 希望不要overrun太多 那么这个QR Code 就会有些问卷 和可以自己留言的 大家可以拍了它 然后呢 就回去再找我 好了 今天的全日节目完 多谢大家